在《火婴忍者》中戴土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人物 他本质是善良的却因性格比较偏执而做出了一些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 而妖师都也曾告诉过他会土转生的方法 但是他却放弃了用这种方式去复活灵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灵退场之后 戴土的性格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先是叛逃出木叶 最后还改变了身份加入小组织 而他所做出的这一切行为 只是为了创造一个有灵的世界 而后期妖师都所使用的会土转生 正是一种可以让人者复活的忍术 而妖师都也曾经告诉过 戴土会土转生的方式 但是戴土在听到施术过程后 却连连摇头 并表示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方式去复活灵 因为戴土认为 利用这种方式复活的灵 只是一个听从自己命运的傀儡 而并不是真正的复活 因此他才开 是更加执着于利用无限阅读来复活灵 但他却不知这一切也只是黑绝的计划 不过从这件事中 我们便可以看得出来 戴土对林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